疫情期间,不管哪一种血型,各地捐血中心都闹血荒 瑞穗乡巴德同心会25号的上午在卫生所举办了捐血活动 吸引了不少热血男子,一口气就捐了500cc的血量 希望能够解决血荒的问题 也为捐血人的乡长陈金光特别挽秀捐血 鼓励大众能够捐血救人 不管是哪一种血型,疫情期间各地都闹血荒 瑞穗乡巴德同心会今天上午在卫生所举办捐血活动 信了不少热血男子玩起衣袖 一口气就捐出了500cc的血量来响应 疫情期间捐血抗病毒啊 全国三级防疫警戒期间配合防疫部分地区的捐血站也暂停 让想捐血的民众无处可捐 再加上多数民众配合防疫尽量宅在家 捐血数量也跟着下降 因此不少民众一看见捐血车停靠 二话不说立刻上车捐出热血 平日也是捐血常客的乡长陈金光也特别晚秀捐出热血 更鼓励大家捐血救人 那因为疫情期间也看到很多的广播希望大家来捐血因为血缘不足 所以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活动应该多多推广 那希望我们每一个健康的人都能够一起来捐血 救人也是救自己 日子乡包括妇女会救国团及佛光会等各社区社团 每双月份就配合捐血中心来举办捐血活动 今天主办捐血的巴德同心会举办捐血活动将近20多年 就算重大疫情肆虐也不退缩 积极办理捐血活动 有的人一般习惯了 他都会时间到了他都会来 有的人他就是我两个月就捐多少 两个月捐多少这样都有固定 地方相信民众不为疫情 在完善周群的防疫措施下 纷纷晚秀捐出热血 期盼社会大众都能尽棉波之力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